好那我們就來先來看第一名好不好 看第一名 緊張囉 第一名到底是哪一個 哪一個被卡掉 謝玉哲反過來依序 321 剛剛有沒有看到 國泰四華的COCOCOMBO卡 這張卡片 來 給大家看一下 不知道有沒有人猜中 雖然我們這次的 最大獎不是這個COCO卡 但是還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張卡片其實他是 2018年的神卡 所以很像神卡第一名 為什麼呢 其實很簡單 因為他在 大家其實上半年就是1月到7月這段時間 應該有爽爽用來就是繳費啊 或是我們全家取貨付款 全部用這張卡片 通通都有5%回饋 每個月上限300 真的很猛 那非常的可惜 就是他在7月14、15號的時候 他們的系統忽然間就絕省 也就是說 你沒有辦法再使用這個漏洞 他會抓得出來說你這個東西如果你是 取貨付款 或者是你是來繳費 他就不給你 所以非常的可惜 但是他下半年還是很好用 因為他每個月還是沒有5000塊的上限 能夠讓你就是 怎麼刷網路怎麼刷怎麼刷 包括綁定行動支付 也是有無法的環困 那非常不幸的要跟大家講 就是在2019年開始的時候 他多了一個新增消費5000塊的這個門檻 就讓他瞬間從第1名的神卡寶座 就這樣子 就掉下來就沒了 真的非常的可惜 對 所以我才會就是在2019年的檢卡榜裡面就是有提到這張卡片 那也因此就是讓銀行就是不太高興 因為銀行最怕的就是大家集體在檢卡 那寶可夢又去鼓勵大家就這件事情 所以銀行看了其實是蠻不開心 但是沒有關係 反正 因為寶可夢沒有靠他們吃飯 我們還是 把最好的資訊跟大家分享 就好 對 所以我們來看一看就是這張卡片的一些基本的資料 好不好 就是 他的 觀眾有多少人選 他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網友票選2018年神卡第1名是 CocoiCache Combo卡 他一共拿到了134票 那他的得票率是35% 也就是說 每100個人裡面共35個人選他 這還不厲害嗎 這真的就是大家最厲害的 1%的人都是覺得說他就是2018年最棒的卡片 對 那2019年他到底還沒有持有的價值 我個人覺得 還是有 因為 你如果把他拿來搭那個捷運或者是那個 台鐵 公車之類的 只要有扣款一次 就是一個月有扣款20次 然後他就送你15000點的 OPPO有數 不無小補 好不好 你平常如果上下班啊 都沒有 都沒有 你也沒有搶到JCP10% 那你就用這張卡片來搭 也是不錯 每個月多拿50塊不會 我們來看一下這是我們網友的什麼意見 5%網購超商 根本為我而生 所以 這個人 這到底是怎樣 好像我樂天的歌詞 是這樣嗎 為愛而生之類的 前半年的繳費神卡 後半年活動夠多 許多地方都用得上卡 這個不錯 再來 大部分人都是講5% 5%回饋真的很好 上半年5%時的威力橫掃信用卡界 當全家開放信用卡付款時 繳費神卡的封號更是讓他站上神壇頂端 在雙11時讓我買好買買 還搶到雙11的搶刷卡金活動 可惜下半年系統改正後就稍微沒落了 如果明年5%不把人家就打入能夠 他現在就是已經打入能夠了 所以 我可以推測就是這位讀者他應該就是在 2月初的時候立馬就已經開始參加我的問卷 對 因為這是2月底的時候才公佈說 這個 他的這個名卡幣不高 雖然7月過後繳費不算很可惜 但是網購還是十分好用 日常接收LiPay或是 接口的店家 也可以開用電子支付的方式 達到非網購有5%可能 這個動已經被讀起來了 所以如果您打算要拿 高回饋的卡片 建議您就是行動支付 就可以把這張來勾勾卡好 也蠻好的 四大超商5%回饋 通常超商都沒有回饋 對於常常在超商買東西的我 這張真的很好用 免費跨停50次 雖然陨落 但是之前水電瓦斯等硬性費用 在全家回饋5%真的是太夢幻 好 在這題啊 我之前好像 在第1屆的信用卡觀眾朋友寫我叫做 你最夢幻的卡片 也是 很棒 很有趣 所以大家就覺得說 5%神卡真的很厲害 到底現在台灣的銀行裡面 有沒有哪一家銀行願意再推一個 就是無腦刷5% 繳稅有5%回饋 這個一定馬上就是 號召大家一起來放 超猛的 上半年繳背卡 下半年光是 就回本了 我們有多少人就是有拿這個 COCO卡然後去玩 這個回饋 就是 單身 單身結 單身網購結的部分 我自己本身是這樣子啊 就是 我自己如果沒有需要買東西 我是不會特別花錢去買 就算是他有10%回饋 我也不會想要花錢去買 對 那我不知道其他人是怎麼樣 那你們也可以分享一下說 你們111到底買了什麼東西 我很好奇 因為你要拿到111元 大概也要刷個一萬年 才可以拿到一千年 這也是有點困難 就是 平時不是每個人都隨便可以刷個一萬多 再來看一下 回饋5%對我購買東西的配置 是一張不錯的卡片 所以我覺得大家都還蠻理性 就是 不會理性的去做這個 消費的配置 非常的聰明 跟第 第四大題回答差不多 光是在繳費就可以撿到高回饋 這個 未來應該 無人可比 這個人真的是 先知 就是 在2019年還沒有看到有一張卡片 是可以就是 拿來取代 這張 這張 跟這個COCOCOMBO卡 因為COCOCOMBO卡給5% 但是拍卡其實也只有給多少 他只有給2.5% 其實 就是等於是回饋腰漲 就是 嘴飯了 也沒有想像中的 就是那麼高的回饋 真的非常的可惜 上半年為繳費省卡 整年度為網購省卡 國泰網購加碼的活動也沒有排除 這張卡片 隨便COMBO都15% 跳得太強 所以大家有沒有就是也是使用到這個所有的COMBO技的部分 如果有用到的話真的是蠻厲害的 再來 高鐵 iCache 和透過接口 接口5%回饋 所以大家就是 都很厲害 都知道拿這張卡片來怎麼用 指定通路及iCache都5%回饋 雖然有上限 但對小資族的我們 來說 還是會常常花不到上那個上限 除非去旅遊 所以整體非常的棒 幾下WeChat變成今年度我的主力卡 這張卡片其實也是去年大家很多人愛用 非常的棒 前半年超商繳費代收 加值 階享有 他回饋 分期不超過上限 然後 這個分期是有回饋的 國泰其實還蠻佛心的 而且國泰網購活動的名額超多 又好登錄 國泰其實 去年度好國泰跟玉山他們的那個 刷卡登錄名額都非常的高 就是非常的 非常的佛心 也非常的謝謝大家 就是這麼支持他們 我在講什麼 好啦 就是 有好康有羊毛的你就去錄 那錄到沒有了就變成 就是 解卡排行榜 那就沒有那麼深 那沒有關係 還是會有其他銀行 推出很好 很好的羊毛結帳 上半年的大天王卡 一定要推一下 繳費繳社費必費 這張卡片說真的 這個也是蠻有感情的 因為 也是我給他取一個綽號 叫做大天王卡 那小天王卡就是他的那個 一個 一個什麼 臉書白金卡 綠色那一種 那 他也只有我們 就是走了半年 下半年之後他的那個 就是從神卡別落之後 我就不太 不太聊到這張卡片 這是蠻可惜 那今年的話 就 更沒有去聊這張卡片 今年有更厲害的卡片 比如說美國運動 好也不錯 對這個也是很好的 對 所以基本上就是說 江山帶有人才出馬 對不對 長江後浪推前浪 就是前浪子在山上 現在這張卡片已經死在山上 那我們就換其他的 5%網購神卡 或者是 網路購物 這個國外刷卡 2.8%也不錯 這個 這個 國內1.2 國外就是3% 這個也都很好 好 這就是大家都可以考慮 就是玩信用卡 非常的有趣 如果有很多卡片 卡組在身上 你就是隨時要出去 就是可以這樣 除牌 非常好 就是可以解任務 很有趣 好啦來我們第一名的部分 這個 這麼多 134票的部分 我都已經 跟大家念完了